我们来看看美国是不是有点骑虎难下 因为亮哥我们来看APEC的峰会 其实按道理来讲 美国也应该按照时程 最起码根据报道 八个星期之前 也该发出邀请函给香港特首李家超了 但是现在呢 你已经晚两个礼拜了 你还不发吗 所以李家超现在就在讲了 APEC主办方需按指引发邀请函 港府会按照规章来出席参加 所以嘞 美国现在要怎么做 其实时间还很充裕吗 因为今天我们看看 11月11号就要登场的APEC峰会 美国要怎么做啦 亮哥 美国弹性可大啦 上次俄罗斯代表团 要去参加联合国大会 差点不发签证 最后一个礼拜才发 所以什么事都有可能 不过我认为他会发啦 最后一刻 会发啦 没有啦就是王毅王毅去 就是这个月王毅就要去了 是 我认为王毅去之后不久就发了 应该是这样 好就会谈出一个结果来 不然习近平不去啊 对啊 这件事情也凸显一个问题了 什么问题你知道吗 这是美国人应该尽的义务 因为你是主办方 而且所有的会员都有权利去与会 你一个主办方把剥夺了一个会员的权利 你本身就是违反的规定 你一个违法的人 你在国际之间当这个笑话 全世界都开始说 原来任何活动给你美国人这样办 你美国人就是会违规 那我们不会再信任你 那我们有几个方式可以做啊 所以你看中方到现在 没有给美国回啊 你看美国到现在没有收到 中国回给他说 去还是不去 谁去 美国一无所知 到今天为止 美国要怎么安排 他也不知道该怎么安排 要怎么做维安 也不知道怎么做维安 因为你中国的领导人一出席 整栋酒店都要租下来的 因为整个维安都要做起来的 那现在的情况 美国人也不知道该怎么做了 因为他也不知道该怎么做 那我的意思是在于说 你要玩我比你会玩 我再讲一个例子 假设李家超是做习近平的专机呢 你没有给签证喔 李家超说我不管你可不可以 我就是要去 那他如果做习近平的专机去 然后怎么办 怎么处理 美国要不要接待 让不让他参加 你难道敢挡吗 所以我觉得美国人不要把脸丢到地上 给自己踩自己的脸 让全世界人瞧不起你 让整个亚洲亚太地区的国家 瞧不起你这个大国 好 所以到底是不是真的会发 这个美国的邀请函 要发 什么时候发 怎么个发 所以去北京那个人就很重要 Chuck Schumer就是参议员 不过事实上李家超就是参议员去喊给拜登 是 说不宜 所以搞不好 Schumer就要去北京 跟习近平说 哎呀美光让一让 是哪一个参议员提的 我说是Chuck Schumer 不是就是参议员有一些人一起联名 但参议员那么多 对 那两党都有 两党都有 谁提案的 是啊 两党都有 看是谁提的 这个可以查一下啊 对不对 会不会就是在这一团里面有 不知道喔 这蛮有意思的 这个刚才亮哥就在参观查资料了 所以亮哥查出来是谁 谁提的 不让李家超去的 共和党的Rubio领先 好 那不过民主党这边也有 是啊 因为他是跨党派 对对对 好 所以至少民主党Schumer可以处理 对啊 所以重点 重点就在 重点就在 看看Schumer去怎么个交代 对不对 不是交代啦 就是哎你美光帮我处理一下 我回去帮你处理 交换条件啊 美国国会议员本来就是都习惯 美国没有权利 剥夺会员与会的这个权利 跟美国不要谈殷然的问题 所以你就可以知道这个是一个大流氓 世界大流氓 好 这大流氓你不休理他 你今天才知道 哈哈 没有我们一直知道他是一个大流氓 但是我觉得这个流氓的好日子也没几天了 好来我们要先进到下一张 请导播给我们来看下一张图 说到现在目前呢 这个路透社也有另外一个报导 说欧洲光电产业协会发布了声明 虽然没有提到大陆 但是警告太阳能领域的贸易壁垒 会是一个双输的战略 要欧盟帮助当地制造商成长 根据欧盟成员国的援助规则来支持当地的工厂 好所以现在呢干嘛呢又来了呢 电动车还不够吗 又要试图在太阳能领域减少对中国大陆的依赖 所以要用动用补贴或者是关税大棒的工具 保护自己欧盟光电的产业 这个帅将军 所以每次怎么玩都还是这样 可是之前不是已经让许多相关的厂商 我是说欧洲的 不是都倒成一片吗 那现在呢怎么还要用这一招 以前的这个前面的苦果自己尝过 你不是要推动气候改变这个绿光电吗 对不对 那你不进大陆的货的时候 你的进度也就很慢 而且你的自助厂商倒的倒 币的币 这个东西啊合着两立的 你非要这样搞就是政治人物搞的了 光电业者跟环保人士绝对不会赞成这种做法 因为现在新疆是最大的光电出口的产地 价钱又便宜而且制造的 你看看他们的太阳能板 太阳能板制造技术又好嘛 人家做了很多 所以这个德国这些政治人物 真的不管自己的国际民生了 所以这个东西做久了得不到老不幸的支持 所以他们现在也是乱了 这个各党各派讲话都不一致 国家政策没办法贯彻 所以毁掉我心目中间 我一直认为德国是很优秀的一个国家 对不对 从他这个当初建国一直 一直在几个有名的大地 一直到哪怕连希特勒那种恶魔 他也是很有能力的恶魔 对不对 所以这个问题就是说 怎么今天沦落到这个地步 是 蛮悲哀的 我觉得蛮悲哀的 我最近试了一个东西真的很有用 所以要分享给大家 那就是太阳星全校克菲尔益生菌 吃了两三天真的有明显的感觉 最主要就是睡眠的品质变好咯 那你知道这个睡得好呢 整个人工作就可以更加的专注 当然情绪也就变得更好了 因为太阳星全校克菲尔益生菌 我才认识了这个克菲尔益生菌 它是由多支菌种益生菌所组合而成的 不但是能够维护消化道机能的正常运作 而且呢 还有多种有益健康的保健功能非常的强大 有台大教授专门研究它 把它叫做神仙的礼物 而你知道吗 有上千篇国际研究证实克菲尔益生菌 不仅是帮助肠道健康 肠道菌透过肠脑轴影响全身的器官 所以维持肠道菌种的平衡 这是解锁身体健康精神健康的钥匙 对于帮助睡眠维持好情绪 真的是很有感 也因为这不是药 有季节敏感代谢困扰 关心恶性细胞风险的好朋友们 选择太阳星全校克菲尔益生菌 做好日常的保养 身体轻轻松松没有负担 每日克菲尔时刻美好 good feel feel good 请上快点购为健康下单 也记得输入推荐码 有额外的折扣哦